哈囉大家好 歡迎回來黑框眼前的頻道 我是Binnet 我們今天要繼續來玩的是 缺氧Action and Coding 我們終於突破400周期了 那因為我私底下先玩了一些時間 然後把一些基地做個整治 你看 我們現在整條的基地 我們已經完全全把邊線全部都拉出來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每一個地形 到底都在哪裡 所有的資源都在哪裡 那我私底下來產了一些鋼鐵 把上面的封了底 完完全全封住了 然後下面的表圖 把它清除 那今天我們可能會用到這一邊的區域來做 但是在用到這一邊之前呢 我要先跟大家說 我們在這裡找到了一個蒸汽噴泉 然後在下面還有一個 看一下在哪裡喔 這個找到了一個碎冰噴泉 對 碎冰噴泉好像 找到幾度啊 不實度 對 不實度 對 那我想說我們就先去把 的冰噴泉 來吧好不好 我們先 摸看 然後如果等一下真的有 有水的話就 讓它流下來沒有關係 因為這邊到時候我們會用到 然後下面還有一個 欸 這裡嗎 哪裡 有一個水噴泉在哪裡 看一下喔 這邊 這邊有一個低溫蒸氣噴泉 對不對 然後 天然氣在下面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噴泉 真的超多噴泉 哪裡去了 哪裡去了 這裡有一個火山 然後 還有一個噴泉好像在下面 看一下喔 好像是濾氣還是天然氣 原油啦 但是它長的位置 這個嗎 對 這裡有一個原油噴泉 嗯 那大概 我們所有的噴泉 它都開出來了 那我們就開始要用這些 噴泉來做點事 那第一件事情 我是想要 把水庫給做出來 那 所以可以把這邊的水 拉過來 先做一個高壓水庫 所以我們這邊可能就 就 放山來放下面 放 我也不知道放哪裡好 那這邊不管怎麼樣 我們都要挖下去 所以 這邊就先挖下來 然後 這邊挖一個洞 然後開始來做 對 還是要放上面一點 放這一層 所以 這邊先挖開 然後 這邊到時候把 屍體 拉上來 把水拉上來 然後上面的碎冰噴泉 也要拉起來 它可能還在休眠 等它噴發之後 我們就有碎冰噴 然後還有氣體啊 我們應該也要做個 收集氣體的 對 把氫氣 或者是什麼 其他氣 啊 然後我們氧氣 這個氧氣噴泉 下面還有一個氧氣 哪裏 哪裏 這個 這個 這個氧氣噴泉我也想用 因為這個氧氣噴泉 你看才60度 其實蠻低溫的 所以拉出來如果能做一個 高壓出氣 然後 存起來的話 感覺還不錯 等一下按個暫停 把它設計好 再開始 一定要有個液體幫浦 這個是所以液體幫浦可以在這邊 但是因為 如果空氣不是擠到這一格 就會很麻煩 所以這個要取消掉 所以如果最好的是液體幫浦在下面這個 然後排水口在這裡 然後我們要感應什麼時候可以排水啊 或是溫度 所以如果我們要做自動化的話 就要再一格 所以 再一格 然後自動化 自動化的話 預留自動化就是 液體溫度 INDSE 觸體溫度 抵押感應 應該是b27就夠了吧 憋不知道 可是理論上他應該也不需要eR 好像不需要ER 對勒 這樣是幾個 裡面只有四個空間所以一定不夠 因為要圍起來 所以不只四個 我們把溫度也放進去啦 都先蓋好 都先蓋好 因為我不知道我會學什麼 都自動化 然後 然後 再來是機械 哪一個不會爆掉啊? 機械門還是手動器 這樣 這樣 拆除 好 先這樣蓋 風水的話 用隔熱 用隔熱好了 好 樓梯先坐 氣膩了 兩邊這樣 兩邊這樣 好 好 好 消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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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想要 我想要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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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對嗎 這樣應該可以 可以 攻水的管線 一樣從 可以拉出來 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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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驗電線 下面走 自動化沒有放 液體 壓力 披壓感應機 好 這樣應該可以 然後 我們下去這邊 這邊 這裡 我們把這裡 封起來 讓他自然降溫好了 讓他自然降溫 然後我們從 這一個抽 好 那個 公水 有熱管 好 在這一個 是 有 在這一個 上手 上手 這個就 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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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著一個 先 留著一個 電力的話 電力等他們蓋完應該就可以了 這裡 層 這樣 這樣應該可以 不要好了 不要這樣蓋 拆這個 然後取消這個 這樣蓋好像有點醜 他埋進了 這樣嗎 我想一下喔 這邊多給一個樓梯 沒有 多給隔熱鑽 我們這個供水管線就 這樣連起 好 大概可以 這個拆除 然後 有一個磚全部封起來 電線這裡先斷開 取消 打了嗎 你 你在幹嘛 超誇張 又把自己堵死 然後水的話 這邊應該就成功了吧 這邊已經 300多 可以喔 OK 這樣氧氣就分別在這兩個 這一個應該就零作用了 過水應該就可以超過 這個排水口啊你看喔 原本只能 原本只能 L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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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排水口原本只能排 1000公斤 但我們現在這邊已經可以排超過1000公斤 就是用氣體沒有超過 一 氣體沒有超過1000公斤 然後就可以一直排 瘋狂一直排 這就是我們的大水庫 那之後我們也可以把這邊的水抽過去放那邊 然後就從這邊來供應 這邊的電解廠 這樣就會舒服一點 好 這邊會來嗎 等他把水送過來 那這邊的話我們來規劃一下 氣體的話 就用 風水 沒有 氣體會用透水磚 透水磚是沒有導熱的 所以透水磚應該不會導熱 所以我們就用一般的 用銅礦就好了 應該用銅礦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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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應該先蓋那個 先蓋這個 這個叫什麼 空調 放 然後因為他有水 所以他要放在下層 然後排氣口放下層 好 好像不用耶 他不會有壓力的問題 好像可以用格勒轉就好 這邊先 那這樣我要怎麼 確定氣壓 還是就需要 需要就直接吵 就是晚信要拿出 鑑蓋就拿出來了 鑑蓋就拿出來了 喔 紅條 鑑蓋就拿出來了 那好像剛好一層 對 這樣剛好一層 不錯 我還沒做餒 等一下 削 這個在 蓋到最高 這個蠻無情供打 原油 看到我們家裡還有 這樣夠嗎 兩個夠嗎 這個蓋一個 自動分配 要把東西 我只是要把這裡面的東西丟出來 這樣 工程生退 按不到他 拆除 我們應該是要這附近吧 天然氣 走這一條 水很醜 不要走這樣 要蓋得到 這次是廢經先行萬苦耶 這天然氣管 天啊 天啊這天然氣管 叫死 然後 然後 弄起來了 天然氣 天然氣 啊 氣力幫浦在哪 這裡 出去啊 還是要上面 應該沒差 應該 應該可以 自動化 是 應該就可以了 裡面封好就好 這跟這個 應該不會輪交 好啦 成功啦 那就剩下 他們這裡蓋完 開始抽進來 這邊就啟動 啟動以後 我們這台就啟動 那我們就可以做一些 厲害的東西啊 好遠好遠 快來了快來了 裡面幾度啊 裡面幾度啊 30度 30.7 好溫度不夠 溫度沒有很低 沒有很高 這個電力還沒接 來 電力我們把他給 接起來 哎呀 九 回來 今天的目標 兩個 兩個而已 好少喔 一開始可能會抽到 等一下 一開始可能會抽到氧氣 但是 右後面氧氣應該會 就會被全部抽空 裡面就不會再有氧氣 那一開始 他可能要承受一些氧氣的傷害 但是很快應該就沒有氧氣 沒有氧氣 一開始這一波而已 蛋應該就不會有氧氣 這個呢 烤魚跟烤肉 海鮮大餐是不是 Ficy tofu 沒有豆腐啦 這個也不錯 但是這個不多耶 其實 這都是好幾個才能一級 一千二五千 差不多的樣子 這個加6 這個加5 這個加5 這個才加4 現在有烤肉跟Cookfish 不如就來用 如果有烤肉不如就用這個 好 看起來這樣 我們順順利利可以讓他開始 開始 開始炸蘑菇 煮一些好吃的 好啦 那我們來回顧一下我們今天 所看到的一些 所做的一些內容 希望大家會喜歡 那就是我們做了一個這個水庫 高壓水庫 然後利用 氣體在這裡 然後不會堵住排氣 排水口的方法 把這個高壓水庫給做出來 現在已經累積了 1300多公斤 13000多公斤的水 然後水就是取 是這一個水庫 這一個噴泉的水 那我們到時候這個噴泉會全部都聚集在這裡 之後呢我們又做了一個 天然氣 氣壓水庫 除氣槽 跟一個氧 之後會做到用到氧氣除氣槽 那氣壓除氣槽是取自這個天然氣噴口 那他噴了之後我們就可以拿走 那天然氣 那來用 這樣 那我們今天 大概就是這兩件事情 還有完成我們的 制度 沒錯 那麼 我們缺氧的事件 大概 今天就到這邊結束了 如果你喜歡 喜歡這個系列的話 請記得按下喜歡 還有訂閱 以及開啟小鈴鐺 就能獲得我們影片 還有直播通知 那麼我是黑光眼鏡的編輪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拜拜